听得见的是声,听不见的是音 宇宙没有秘密,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 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全球平安,非常开心,大家我们在空中也能够在空中相会 今天跟大家谈一谈地球鸟鸟鸣的共振回响,祝福与提醒 在我分享开始之前,我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曲子 这首曲子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鸟叫,但是它是一个古典的曲子 各位你知道吧,是古典乐派的曲子 可是里面的鸟当然不是大自然路的 如果大自然路,鸟不会听指挥演出的 所以他都是音乐家他本身在现场的时候,交响乐在演奏的时候 他用一些类似鸟的乐器在旁边做呼应 这首曲子很有趣,叫做海盾的玩具交响曲 Toy Symphony 我们听听看这首充满鸟叫的一首交响曲子 这是海盾的交响曲,我们听听看 是现场演出的 是现场演出的 很多丰富的鸟鸟鸟 准备开始咯 准备开始咯 好,我们先告个段落 因为这个曲子将近快十分钟 我们就先听前面这一段 它是海盾的玩具交响曲 如果对古典音乐有点接触的人 因为它的主题比较明确 所以刚开始接触一些比较主题明确的曲子的时候 这个曲子听起来很轻松 因为它有很多玩具在里面 包括我们刚刚那个鸟鸟鸟的玩具 它从而到尾陪伴的曲子非常非常有趣 那如果你们想听古典音乐的话 海盾也是一个很好入门的作曲家 本身来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海盾的三重咒 我有海盾的美艺三重咒 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在黑胶上面或CD上面 我都有第一版的美艺三重咒 这个海盾非常喜欢 这个现在的三重咒 都没有当年美艺的三重咒 我觉得那么样好听 所以当年黑胶的版本跟CD的版本 我都收到第一版 那个黑胶是菲利普的版本 也不贵 但是菲利普在黑胶里面不算太贵 那里面还分荷兰版的还是法国版的 或是其他国家版 但如果你有在玩黑胶知道 菲利普的荷兰版一般是比较正统一点 海盾的六重咒也很好听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室内乐的话 它就给你这种很舒朗感觉 很轻松的感觉 那当然巴哈曲都很神圣了 那也很庄严 那我觉得海盾就是介于这个 庄严跟活泼之间吧 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舒服 所以海盾的而且非常美 所以海盾的三重咒 跟海盾六重咒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以后吧 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 其实以前我 蛮大的收场都在古典音乐 可是我很少介绍古典音乐给大家 anyway 因为古典音乐毕竟不是主流 我认识很多古典音乐家 其实都很辛苦 他们都什么 Curtis 朱丽亚音乐学院毕业 尤其在大陆我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大陆他们也很厉害 我认识天津朱丽亚学院的院长 那时候我跟他见过两次面 在我住村里面 那我就跟他聊 朱丽亚音乐学院从来没有在美国以外地区有设分院 既然大陆有办法 请朱丽亚音乐学院在天津设分院 那个院的院长就刚好 那一次我就跟他 他们有一个小团体 他们演出一个四重咒 那我在现场听他演出 也跟他算是一个彼此的交流 刚好那天去的时候也有一个也是内地人 他在纽约爱乐做大提琴的演奏家 那天真的是 那天晚上我现在记忆深刻 Anyway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参考海盾的玩具教详区 那首先呢 我们听一个我这个同学的一个故事 他就前几天才分享给我 他说听到我要讲这个主题 他刚好是 老师你好 感谢呢 每次上课或Cloud House 的老师独特的观点 让我很多的很启发 很期待周三呢 老师这个地球鸟名的共争回想 想先跟老师分享一次经历 因为所以他刚刚讲这个 我觉得跟分享给大家 他说两个月前呢 阴天办了一点小雨 那我跟先生去爬山呢 走到丰路的尽头 当我们开始回头的时候 有上百只鸟同时在叫 我听到了这个鸟声吵杂 有些人但惊恐而且此起彼落 于是我说 他说我们只是路过 祝福你们 他只讲过这几句话而已 话刚落 瞬间 就是瞬间 居然刚才所有的鸟声吵杂 而且这个惊恐此起彼落的声音 他刚讲完 我们只是路过 祝福你们 话一讲完 瞬间 就是瞬间 居然完全停止 他刮虎 是没有任何鸟叫的禁止 老实说 对于麻瓜的我 当时觉得很震撼 至今我还是不是很明白 是臭巧吗 但是 怎么会那么多只鸟同时发生呢 然后且在说完 我说完以后的一秒之内 全部的鸟都完全禁止 是听得懂我讲的话吗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 对啊 所以他跟我分享 那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 回答他说 因为你的声音的共振 已经练了六个月了 所以你的声音的共振 这些鸟儿们 你一讲话 我们只是路过 祝福你们 你声音的共振品质 所有的鸟 马上就 你知道鸟类本身来讲 它最厉害就是视觉跟听觉 所以再小的声音他都听得到 鸟跟我们人不一样 对啊 鸟的视觉跟听觉非常非常好 所以 他听得到你讲话声音的共振 然后说 你看他说 他说有上百只鸟 然后他一讲话说 我们只是路过 祝福你们 一讲完 我想他 我不知道他讲多大声啊 一讲完 所有的鸟全部安安静静 瞬间 所以各位 就是回去好好练这个阿欧 你练了像这个同学练了六个月之后 因为他来上我身体精华情绪 一直从几度上 他是我们同学里面超级无敌认真的 一堆夫妇了 对啊 你只要练到一个声音的时候 你会发觉 鸟都听懂你在讲什么 对啊 我只是路过 然后所有鸟就安静下来 各位上次不是有跟大家讲吗 我在北美的一个朋友 同学来上我课的时候 他跟他们家附近的路 对不对 他也是发了一个声音 对不对 发完声音以后 就很简单 刚才你们发那些阿欧 对不对 发完以后 路竟然就愿意走过来一点 你知道吗 一般路看到人都跑掉了 对不对 上次我们法国的朋友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跟猫 对不对 用声音跟猫沟通 这个猫第一次见面 对不对 以前那个猫跟人都是带着敌意的 竟然会跑来跟他打招呼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知道吧 动物对于声音的敏感度 比我们人类敏感多了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你发那些 阿欧欧的声音 因为一般来讲要花到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你持续的共争力 如果大家也记得要放松 不要用力 不要这样 粉穴 那没有 rod的 你们要放松 不是的话 这些用 不要把它们冲开 那又衝不开的 各位要放松 恩 慢慢这样脸 那有控制 为什么 那是你的身体里最大的子 药上次跟大家说过 中国药这个字就是一个草字头 下面音乐的乐快乐的乐 一个你天然本有和谐喜悦的震动 就是带着药性 所以你身上最大的药就是你的声音 所以你的声音怎么样发出药性 需要有三到六个月 你每天持续无端的去共振 你会发觉你的声音就可以疗愈你自己 你的声音就可以开始跟动物沟通 好了 好了 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也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启发 我相信那天对他来讲也是一个shock 就是他才讲这么一句话 那竟然说鸟全部都停下来 因为我们讲吧 内在的是声 听不到的是音 对不对 就是说你听得到的是声 听不到的是音 所以鸟会透过你的声 可以感受到你的音 各位知道我意思吗 它会体验到你内在的音 他会知道可能会知道说你内在对他们来讲 可以做点沟通吧 好啊 这个跟大家讲 这个环境 环境心理学期干 这个上次有讲过 他说光听鸟鸣 15分钟 就听15分钟的鸟叫 它有助减少体内的压力荷尔蒙 就是可体重的浓度 可以降低血压 和缓心跳 赶走这个焦虑跟忧郁 都有一些帮助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够有机会听鸟叫15分钟的话 其实也蛮不错的 当然了 如果你有去机会赏鸟的话 其实你赏鸟15分钟 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赏鸟的专家 为了追一个鸟 静静的就拿一个望远镜 当然如果要拍照的话 就要花更多钱了 如果只是看鸟的话 就真的就戴一个望远镜 静静的在那里看 就像鸟那样跳来跳去 其实很奇妙 对你来讲 对人的就视觉上这样看 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听就是在这个环境 鸟叫15分钟 当然了 如果是那种 待会我会讲 鸟的声音有很多种 如果是很吵杂的 那你觉得很不舒服 当然你不用选择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当然你能够听到鸟鸟 鸟鸟就代表什么 这附近有树 所以这绿色植物也相对比较多了 所以这环境基本上也不一样 基本上鸟鸟鸟 基本分两种 简单分是分两种 一种叫鸟蹄 蹄就是叫的意思 鸟蹄 一种叫鸟转 转就是一个口字边 再一个转弯的转 一个鸟蹄 鸟蹄也是口字边 咕咕咕 鸟蹄 鸟转 什么是鸟蹄呢 鸟蹄类似像警报 或者鸟与鸟之间要互相接触的时候 很像英文叫call C-A-L-L call 它是一个call 是一个警报 或是一种接触 鸟互相接触的时候 还用鸟蹄来表示 所以刚才讲的这位同学 他进入那个环境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鸟在那里干嘛 在彼此接触当中 鸟蹄基本上不会太悦耳 不会太悦耳 因为什么 它是警报用的 就是鸟与鸟之间互相警报 或是接触的时候 他们要沟通用的 所以它叫做call 鸟蹄是这种声音的一部分 第二个叫鸟转 鸟转的声音就不一样 鸟转英文叫sung song它就变成一个好像歌曲一样 它的目的是要 大部分还是用求偶跟交配的时候 它发出这个声音 所以有旋律的鸟声就叫鸟转 只是你平常看到 好像警报互相接触的 那个叫鸟蹄 所以基本上鸟的声音就分这两种 但是鸟鸣基本上是一种讯息的传递 讯息的传递我们都以为就这样 就是这样嘛 刚刚杰克你讲的 就是一种警告 或是一种我们配偶 其实不是光这样 但是在鸟的基本生理需求里面 所呈现出来一个最basic fundamental的一个function 就是最基本的功能而已 可是它有内在还有更多的功能 为什么在人类的维度里面 会来跟我们陪伴我们人类 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上有鸟这个动物 为什么我们人世间有鸟这个动物 鸟其实上是一个讯息的传递者 讯息传递者 是传递给我们人类的哦 给我们人类的不是他们鸟之间互相在传递哦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哦 就是外面如果是风雨交降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应该是听不到任何的鸟叫 没有鸟鸣声 什么时候会有鸟鸟鸟鸟鸟就代表怎么样 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而且呢 周围没有任何的敌人 就是没有任何的天敌的时候 就没有人要去猎取这个鸟鸟 然后就攻击他们的时候 呀 所以你会听到鸟鸟鸟 它有两个讯号 一个讯号就是天气 坏的天气已经过了 第二个我旁边没有敌人 那所以它就开始叫 所以是一种什么样 是一种安全的讯号 这个安全的讯号呢 鸟在叫的时候呢 这个讯号里面呢 涵盖了一种平安喜乐的讯息 所以你听到鸟鸣的时候呢 它代表鸟告诉我 鸟鸟鸟鸟 因为鸟它已经感觉到嘛 这个暴风雨已经走了 旁边没有任何敌人 所以它很开心的去散发出一种鸟鸟 这个鸟鸟传递里面的讯息 叫平安喜乐 所以你听鸟鸟为什么很舒服 你就在听平安喜乐的一种共振 这个讯号在鸟鸟鸟里面 涵盖在里面 所以人类听到鸟鸟的时候 其实听到什么 听到鸟告诉你 它要呈现给你一个讯息 就是平安跟喜乐 听起来好像基督教 平安喜乐 对不对 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风雨已经过了嘛 对不对 没有敌人在旁边 所以是一种安全的讯号 所以人类听到鸟叫的时候 我们人类很自然的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这个鸟叫里面 embedded 就是里面藏着这个平安喜乐的讯息在里面 因为鸟自己觉得平安喜乐 所以它透过这个鸟叫里面 把这个平安喜乐 这个振服 这个振服 这个vibration 平安喜乐 透过鸟的声音 就用鸟叫传递给周围 当你听到以后 各位你知道吧 声音是个载体 声音是个载体 它是一个讯息的载体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鸟叫的时候 其实它就我们接收到鸟的平安喜乐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怎么样 人听到鸟叫 就会觉得很温暖 放松 心情会很舒服 这样理解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听到鸟叫 会觉得很舒服的原因 是因为鸟的鸟鸟 是因为它鸟叫的时候 是代表暴风雨过了 已经没有敌人 所以它已经觉得很平安 很喜乐的状态之下 很安全的状态之下 它开始鸟鸟 开始鸟叫 对不对 涵盖这个讯息 我们那一听到 就接受到 从鸟鸟鸟里面 涵盖里面所成长 涵盖里面是一种安全 舒服的一种感觉 那鸟鸟的时间 大部分都会在城间比较多了 都接近清晨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接近清晨的时候的鸟鸟 是什么样的声音 叫做 Morning birdsong 它叫bird song 不是叫bird call 我们听Morning birdsong 你会听到环境的声音里面 你会听到那种 早上的那种环境的感觉 你听光听声音 你就觉得你会听出 那个叫城间的鸟叫 而且那个鸟叫里面 会刚刚我讲的那种 平安喜乐的感觉 你听一下这个鸟叫声音 你有没有觉得你也听得出来 这是早上的感觉 我听到这个鸟叫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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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人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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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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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